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能够把它分成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一百二十非常好 我觉得四四四可能就比引爆点 这样我今天呢 我这个也应做这样的话 我就可能就把它分成经文成两段 我们想 我在想上半段的时候 我就用历代至下 二十章十七节 历代至下 二十章十七节 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经文 下半段的时候 我们才来读尼西米苏第二章 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的来读历代至下 二十章十七节 历代至下 二十章十七节 我们找到的时候 一起的大声的来 我们再把这一节的经文 把它读尼西米苏第二章十七节 好 三二一起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天父我们把今天整天的培训的时间 交在神 你自己大能的手中 求真理的圣灵 就在我们当中 自由的运行 引导我们的思想 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主啊 让我们全人 以你对齐的时候 在我们自行当中 意见基督 让我们的生命 带来突破和更新 主啊 在这一刻 我们一起的来思想 在企业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 求主你给我们 从你话语当中 给我们看见 这个基督突破的范本 如何在我们 怎样的挑战当中 怎样的境遇当中 都使我们能够来突破和更新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 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今天我们上半段 我们要来讲到 这个三个受高的身份 受高的能力 如何来突破我们的 面对的企业的困境和问题 我们知道 上一课我们讲到 这个企业家首要的责任 就是 他的使命就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 在企业里面 一件问题是 一件好事 也是非常正面的事 所以我们不可以逃避 我们必须要怎么去面对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到 那今晚一样 我们要去面对这个争战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们先把这个 危机里面 我们都可以把它 归于这三类 这三类也就是 形象堕落所带来的 就是罗马书第三章 十节到十一节 我们知道 神照他的形象 照我们 有真理的 仁义和圣洁 这是神的像 就是我们照他的形象 照我们 我们有真理 神的像就是 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人 被照的时候 我们有思想 我们的思想可以归回神的理性 然后我们也 被造成一个 有道德性的活物 我们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不只有理性 我们也有道德性 然后我们也有 因为是圣洁 所以我们也有灵性 所以在这个 神的形象的范本里面 我们可以归纳出 三个 我们 主要的 危机 或是挑战 第一个 危机 我们把它称为 就是 我们身份的危机 在这些经文里面说 其实 他说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换句话说 在仁义上 我们都 堕落了 也没有明白的 换句话 在真理上 没有人跟上帝的真理是对齐的 我们生出来 没有一个义人 每一个也没有 也没有明白的 也没有寻求上帝的 义人 非圣洁 不能见主的面 所以 每一个人都在 灵性上 堕落了 在 道德性上 堕落了 在 理性上 堕落了 所以从这三方面的 我们在神学上 把它叫做 Total Deprivity 就是 全面的堕落 所以当人性 全面堕落的时候 在 我们企业家 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面对 这三块的 主要的问题 真理堕落的问题 带来 身份的危机 我是谁 身份的危机 这对企业来讲 可能就是 我们的意向 我们的定位 换句话说 很多企业之所以 面对很大的挑战 是因为 他不知道 他的定位在哪里 他不知道 神呼召 他这个企业 究竟是干啥 干什么 要干什么 要做什么的 所以他不清楚 自己的定位 也不清楚 自己的 呼召 因为没有呼召 就没有意向了 没有意向 就没有道路 没有道路 只能够在 旷野漂流 旷野漂流 最终就倒闭在旷野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这是第一面 第一方面 会意见的问题 就是 身份的 危机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责任的危机 因为 这个 道德性 所带来的是 我们要 负起 这个责任 所以责任的危机 responsibility crisis 就是因为 在今晚性 堕落的时候呢 所以 在这个 人不能 负起责任的时候 是因为 他在 他堕落以后 他是没有 真自由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上一课讲到 在基督里 我们恢复 这个君王的恩高 这君王的恩高 使到我们 能够有 恢复 这个 使命的战略 因为生命 就是一个使命 我们这一次 都是讲 解决问题 都是一个使命 企业家 的呼召 就是解决问题的 可是现在解决不了 因为责任的危机 所以呢 在这个使命的战略上 是另一块 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呢 灵性的堕落 就带来了 权柄的危机 权柄 这个中文和和版 翻成权柄 所以我就用权柄 这个字 很常这个权柄 这个字会被误解 为什么祭师或是圣洁 是讲到权柄呢 在原文里面 如果你们那些 喜欢读年文的研究 后面的原因的 这个希腊文叫做 exousia这个字 在国度里面 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心的问题 圣洁的问题 也是这个企业 基因的问题 而这个基因的问题 当你没有权柄的时候 当你跟 没有分别 你的企业 不是分别为生 归给上帝的时候 你心不对的 这个人一定是不对的 这个企业一定是不对的 事情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在exousia这个字 是蛮重要的 所以 当有这个权柄的危机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 这个关系上的 基因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团队不能 合一的问题 你发现到 对内 对外 对外面的顾客 我们没有好的关系 对内部呢 也是人事的关系 所以呢 一个基因 这个企业的基因 我们常讲的一个 一个国度企业家 一个企业家 他的重点 做一个领袖 是打造一个企业的 生命的基因 所以一个领袖 是做对的事 而经理是把事情做对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把一些领袖的特资 讲出来 因为领袖最重要的特资 他是有权柄的 今天有很多人有权位 可是没有权柄 他有这个位置 可是他不受人信任 也不受人尊重 也不受人羡慕的 所以你发现 领袖不是 我们讲说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是一个特权 不是一个right是什么 权利是什么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这句话你要好好思想 换句话 领袖是不是说因为你放到那个位置 人家就必须要听你的话 很多人不听你的话 因为人家是没办法被你高压下来 其实他心里是恨你 他心里不尊重你 也不相信你 也不羡慕你 真正的领袖 他能够吸引人 让人相信他 因为他跟真理对峙 他的关系上是美好的 他是受人尊重的 然后他也是一位很有能干 能够讲道的事情 做到有君王能够 能力恩高的人 所以呢换句话说 我讲特权其实就是说 是跟随者愿意把这些特权给领袖的 而不是这个领袖要抓权的 而是这些人愿意相信他 愿意尊重他 愿意来羡慕他 所以呢 这不是一个权利 而是一个特权 所以我们讲到这 基本上企业上 我们可以都把它归为这三类的问题 很多企业掉在一个困境里面 就是因为他忙着在解解 这个能力的问题 他忘记了 心不对的人就不对了 事情就不对了 他姐姐的问题是错的 所以我以下我就把它整合成这三方面 可是我要从整合这三方面之前呢 你发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 历代之下二十章十七节 其实你发现有三重的恩膏是整合在那一节的经文里面 在我还没有讲这三个之前 还有讲出这个 我会讲出一个品牌的战略来整合这三个 你发现 这给我们一些的例子 我讲完这个理论以后 我讲了一个例子 让我们来怎样的来面对这些企业的困难和挑战和困境 我们先讲这个 耶稣法王 我们知道耶稣法王是个好王 这个好王呢 以色列人当中的好王是很少的 这个犹大王 耶稣法 可是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四面出一个 三个很大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 他知道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靠着自己来面对这些的仇敌的 可是感谢主 他第一件事情 他定义寻求耶和华 他从神那里找答案 我们今天很多企业出问题 我们先从人找答案 不是从上帝找答案 所以呢 先知 因为他寻求上帝了 他把召集了耶路撒冷跟犹大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现 这就是先知性的功能很重要 先知 就是把神的心意 告诉他的子民 对 你现在面对四面出一个 可是你可以决定用神的方法来解决 或是你用人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四篇二十篇七节说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我却要提起耶和华的名 靠车就是靠你自己的方法 靠马就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靠车靠马 靠车靠马 可是呢 诗人说 我却要提起耶和华的名 你发现耶和华的名是大有能力的 耶和华的名是 在就业里面最高的启示里面就是说 我们中文翻译成 自有永有 其实英文把它翻成我是 换句话说 耶和华的名说 我是 比如说耶和华 罗伊 我是你的牧者 耶和华 以乐 我是你的供应者 我必按照神一切的丰盛 在耶稣基督里充充足足 供应你一切 所需所求的 我是耶和华 沙龙 我是赐平安给你的上帝 在整个市场里面这么混乱 可是为什么你能够不乱呢 因为人其实做最多事情的时候 就是当警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手忙脚乱的 他越做错越多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这个摩西亚伦的 我们下半谈 我如果记的话 我讲这个亚伦 他就是 紧急要解决一个问题 把事情弄得更糟 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 在企业里面 本来没有能够糟糕的 可是因为我们 真的没有这个平安 耶和华 沙龙 没有这个沙龙 沙龙的平安 耶和华 我是 耶和华 是我们的一 耶和华 拉法 他是一支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 沙玛 他是在那里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耶和华逆袭 他是我得胜的精神 他是为我征战的上帝 所以 诗人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却要提起 耶和华的名 所以 我是 后面是让我们这些 信靠神的人 可以填充的 你可以填充 我 你可以宣告 他说 他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是耶和华 罗语 我必不知 绝法 你可以做这样的宣告 所以 诗人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吗 我却要提起 耶和华 的名 所以感谢主 历代之下呢 这边 这 这出的经文里面 想到耶稣法如何战胜 上面的围攻 他知道已经完了 可是他定义 他知道只有上帝能救他 我们在企业里面 很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发觉到 真的只有上帝能够救你 一早水好像什么门都关起来 那个时候 先知就讲了这句话 刚才我们读的这节今晚 他说 犹大而耶路撒冷了 你们 这一次不需要争战 好像有点反而行 面对这么的 他说你不需要争战 意思告诉先知在告诉他们 争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不是属于你的 可是常常我们要自己来 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 争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你只要摆正战力就好了 摆正战力 你只要回应你的呼召 你只要很清楚你的身份 你是神的儿女 上帝会为你争战的时候 耶和华 你是他为你争战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人 两个人可以十一万年的逃跑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引爆点 他的秘诀是什么 从我力到神力 要来到这个引爆点的时候 是怎么进入神的季节 神为你争战的这个季节 是重要的 他说你只要摆正战力 你看耶和华如何施行拯救 他是究竟怎样拯救你的 你要以信心回应 你不要惧怕 你要出去迎战 你有责任的 你换句话说 对神的儿女来说 这个祭司要过夜淡河的时候 他脚必须要踏进去水 才会分开的 你还是要去迎战的 只是你不需要连刀都不需要拔出来 你看耶和华怎么跟你争战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主与你同在 所以刚才我讲说 这个基因很重要 你跟主的关系不好 主没有你同在 你以为上 所以圣经常常讲说 主又好做不与我同去 千万我不要上去 可是主与你同在 所以结果呢 他们去迎战的时候 他把这个赞美敬拜团放在最先 不是兵 赞美 因为他知道 先知告诉他说 原因你战胜 不是在于你的刀 你的枪 你的方法 你的马 你的车 乃是主与你同在 所以 他把这个诗 赞美敬拜团放在前面 诗班放在前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耶和华的宝座 是以色列的赞美 他要 设立在他们当中 有赞美神 敬拜神就在 他们当中 所以一个企业的基因 很重要 有主同在的一个企业 你不用怕 主一定会 以你 争战的 所以呢 他放在前面的时候 结果 他发现到 整个遍野 都倒满尸体 他们真的 连刀都不需要 打出来 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 试起那一些 战士所留下来的 各样的宝物 所以呢 你发现 主为你争战 跟你自己的争战 是天元之别的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这个经文里面 一个范本 先知性的宣告 真理的对齐 告诉我们 真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然后我们可以出去 我们还是明日 你要出去迎战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发现 每一次圣经 讲到突破点的 一定有三重的恩告 在里面 圣经 你可以去查 每处的经文 都是 有这样的 一个 引爆点 或是突破点 所以呢 我现在 我就 用一个 例子 因为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可能在神学上 我们 懂 可是我们理性 是很难通得过的 我已经要死了 你还叫我不回 白白等死吗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种 这种理性上的 征战 所以学习一些属灵的真理 然后要真正的应用 所以我就决定 我是用一些的例子 我用一些的例子 可能会比较容易 让我们明白 我还没有讲这个例子 之前 我们来看这个 君王的战略性的能力 变化无穷的策略 应以真理的战略 这个是宏观的战略 这是习惯 对齐 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品牌的战略 来整合这三方面 然后先知性 创意性的智慧 你发觉 在世纪上的时候 你发觉当你 心中有平安 你跟主对齐的时候 有很多想不到的东西 你突然会想到 而那件事情 真的就极其人的问题 因为智慧 他说智慧的那原语 就好像涌流的河水 这是在真言书十八章 世界所讲的 真言书十八章 世界说 他说 人的原语 好像深水 我们里面 可是当我们如果真的 有智慧在我们里面的话 你发觉这个智慧的泉源 涌流会好像河水一样 而 你发觉在这个里面 智慧泉源 深处灵明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昨天讲的 真言书八章十二节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当你 你能够会晤灵明 神的智慧的时候 一定能够寻得谋略 就是君王的策略 这样的谋略 然后祭司的知识 所以当智慧的泉源 生出来的时候 你发觉神的智慧 很奇妙 他救人的方法 是你有时候你想不到的 我们在职场里面 我们常常讲 我有什么方法都好 可是呢 神的智慧给你那个亮光 就加加好解决你的那个问题 而你发觉这个智慧 是超过我们所求说的 所以我们要高举智慧 它就使我们高升 我们要怀抱智慧 它就使我们得尊荣 这个是落地 我之前讲真理先 然后我们再讲一个战略 怎么来去做这件事情 智慧 智慧说 我是以灵明为之所 一定能够寻得谋略 跟这个知识 所以这个方法里面呢 他说你要高举智慧 那你恢复你君王的恩高 你就有磨脸 你怀抱智慧 那你就可以得尊荣 你就恢复你的祭司的恩高 所以这个是整合这两方面的 祭司跟君王的恩高 所以我给你讲君文的处处 如果你找一下就容易的知 智慧的泉源 智慧的泉源必涌流如河水 这个是在真言书十八章四节 然后深处灵明和寻的牟利和知识 这是从真言书 我写出来可能你们用一点 真言书十 第八章十二节 上面那一个呢是 第十八章四节 就是智慧的泉源 然后第八章十二节 这些经文如果你能够默想 祷告你发现 这些经文都会帮助你的 然后呢 真言书四章八节 就是要高举智慧 祂叫你高升 然后你怀抱智慧 祂就持你的尊用 所以在这篇里面 我用了差不多三节的经文 因为通常一块子里面 不够地方写 不然的话写在这里 会帮助你们更大一点 然后呢 你发现这个既视性的关系的品格 很重要 很长的时候我告诉你 最基本的问题是品格的问题 我们品格出了问题 心的出了问题 我们真的要悔改 我们感谢主 这位上帝 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少 我们没有 我们是没有 我们在这里是成就不了自己的义 也没有自己的圣经 所以为什么在基督的方法里面 我们披戴了基督的智慧 我们披戴了基督的公义 我们披戴了基督的圣经 才有可能 所以敬畏主呢 心呢 是智慧的开关 当我们有敬畏主的时候 智慧一定会成为一个权源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基因 可以界定一个企业的生命力 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 好 我现在把我来做一个例子 来把这一次来做一个总结 今天早上的这前上半段的这一谈 来做一个总结一下 我可能需要用写一些英文 因为我中文可能还是不是翻得很准 如果我翻错了 你们同工们可以帮助我一下 你可以用下面 用一些字典或是一些字 因为我思想这个的时候 还是用英文的字来思想 我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战略 这个品牌的战略 因为我为什么选择品牌的战略 不选择这个市场的战略呢 因为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 可是我相信这品牌的战略是现今企业里面面对最大最大的问题 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国度企业家都需要知道的 因为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日子 会有很多很多的 你想一想像J.C.Penny 你知道J.C.Penny吗?有代美国人就知道 我们的加拿大的会长应该知道 J.C.Penny 这个这么大的公司 当他的身份混淆的时候 他企业就不断的就这么大的企业 然后你发现很多品牌 世界上有几千万个品牌 不只可能都不几千万的品牌 你上电脑你就知道 你上电脑 每一次在荧幕上都显示出 来告诉你这些 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可是你觉得 马上把它关掉 其实很多品牌 大多数是没有办法 和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都是被埋没掉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这个顾客 他所面对的选择太大了 而面对这么大的选择的时候 你怎么让人能够对你的产品忠心呢 能不能让人家对你的服务能够独钟呢 这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 在之前帝王 就是与灵兽 那时候天王还没有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竞争力没有这么大 可是现在是一个天王 帝王 人王 三方面整合的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挑战 是非常的大 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战略的时候 我就想说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谈 有六个方案 这个六个方案里面呢 我用一个很容易记得叫做Light 就是光 你记住这个Light 你就会记住这六个很重要的 这个品牌的战略 Light很容易 L 所以我讲过要用英文 然后我把它翻成中文 第一个呢 叫做Light Style Platform The Inspires 就是 Encourage Hope And the Future 我翻译一下 Light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能脱离现在的生活方式 你不能够说用20年代的生活方式来对应 所以你一定要有现今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的一个平台 这个叫Platform 就是一个平台 我们今天听很多战略都是说用平台平台 好像这个是不陌生的事情 对我们的很多人讲不是不陌生 可是你企业要建立你的平台 你发现你就是要建立一个网站 真的有多少人看了 很少 对不对 所以单单是以一个网站的平台是不够 我所讲Light Style 就是说 让你的现有的顾客 能够有给你一个回应的一个平台 换句话 你可以聆听到你的消费者 所以聆听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重点是在于communication 在于交通 我们要跟我们的 因为网站时代里面 会造成人很难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因为都是在cyberspace 在天网里面 大家都不能够有这种的建立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要建立这样的关系的话 你要让他们看见你的品牌是带来给他们有希望 有一个将来的 就好像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 要啊 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乃是赐平安的意念 使你们在末后中有指望 你知道那个时候 耶利米 他们知道 他知道上帝刑罚他的子民四十年过后了 他知道在这个审判过后 上帝是一定给希望和盼望的 这个平台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听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这些的应用我们的顾客的 你要精益求精 你一定要知道 真正用你产品的 用你服务的 你要听到他们真的声音 你要知道 你这样你才能够知道怎样 不断的优化你的这个品牌 或是你的服务 这个叫lifestyle platform 这个是平台的建立 平台跟这个胖浪 那第二个 I呢 stand for inspirational perspective inspirational就是灵感 你发现你的灵感是可以多方面的 我只有十分钟 好 我对不起 我就要讲得很快 这个 换句话说 你要相信 圣经 你发现圣经其中一个本质 就是启发性 圣经有完全性 他有他的纯洁性 准确性 他还有他的永恒性 他的和异性 他还有他的启发性 你要相信圣经的启发性里面 你要把 你不要再停留在自己 自己叫人识的 精益是叫能活的 你要把圣经的精益读出来 然后你发现你的团队 特别是你核心团队里面 都是 如果是一个 尾声的基督徒 你们在一起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在 这种脑忌惮的过程当中 会激发出 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 然后你发现 特别是当我们在 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 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这些的 这些的灵感会来 我不多讲 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回来 然后 然后 genuine 就是真实的 genuine spirit of giving 这个就动到我们 企业基因的问题 生命 生命力的问题 这是先知性的 这是均丸性的 我这么设计是因为 我是把它怎么落地 genuine spirit of giving 就是我们能够有真诚的 没有虚假的 因为今天很多企业 做很多虚假 做一些社会公益 它其实后面 带有很多 这个利益在里面的 可是人民的眼睛 是学亮的 所以圣经讲说 知论人的必得知论 所以我们要想 在这个战略里面 你要想 我们怎样来回馈 我们的社会 回馈那一些 使我们公司 不断在成长 这过程当中 就需要战略的 不是随便 我想做这个 就做这个 而是要有一个 很清楚的战略 以后我们可以 细讲这个 其实圣经讲说 知论人的必得知论 换句话 我们要有一个很坎 一个企业 好的企业 一定是一个 很慷慨的 一个企业 因为上帝的口袋 永远比我们大 然后第四叫做 highly effective in continuous innovation 非常高效力的 有继续的 不断 源源不尽的 创意 这个创意不是一次的 而是不断的创意 其实我看我等一下下午可能时间 等一下下一堂也是不够时间 我本来是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 problem solving的方法 叫做scamper 等一下我可能如果下几堂 我看有时间 或是问题解答的时候 我可以讲 就是说 scamper每一个都代表 这是一个tools来的 是一个工具来让我们 在脑激荡的时候呢 不断的可以激发我们的创意的 而这种创意是会 言言不解的 这种创意呢 其实他所用的就是 substitute 代替 combine adapt modify put it into another use 然后eliminate reverse 其实他这些点子里面 你在这个 你可以应用这七个方面 在这个脑震荡里面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的团队会非常高创力的 我比一个例子 刚才最好的例子 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们早餐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就是 从我们的瑞安弟兄开始的 他讲到你出猪脚吗 然后这个 我们的燕春姐妹 就把他猪脚比译成榴莲 就是说 你发现 在瑞安弟兄里面的猪脚是很低的 怎么可以跟那个榴莲 对他来讲是最高三的 来比 我就讲说 你用猪脚来剃榴莲是不对的 其实你发现 所以主耶稣用了这些很多的方法 以后我们细讲这些战略的时候 我有时间我们可以分析 比如说 你看耶稣要跟我们讲天国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他讲我们不明白的 他说就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就用天国就好像 天国就好像 他用比喻方式 比如说你在个团队里面 你在脑震荡的时候 你可以用 有时候我们人的思维 就平留在一个直线 或是一个平线的话 我们是很难有更高的创意 我们要怎样的 我们叫做metaphorical thinking 什么叫metaphor 就是用比喻式的想法 比如说你说 我公司要减 我要节瘤 我要节省我的开源 大家在脑子那好像没有 你可以说 节瘤就好像减肥一样 对于一些 你同事们就特别敏感的 减肥他用怎么办法的讲 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讲对的 你懂以上 就是从一个两个不同的比喻里面 他可以看见不同的观点 当然在市场上 但是有很多这些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 可是真正使我们创意 不断的能够远远不解的创意呢 是来自以神的话的启示性 好 我们再看第五 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就不多讲了 然后 to be relevant and to be relevant and related relevant就是相应的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 然后是有关联的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身份危机的问题 刚才我讲那个JC Penny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的故事做得很大 全美国有五百多间的 然后在甚至到墨西哥 这些地方都有 可是呢 当他们在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 他们失去了身份 所以在创新当中呢 我们要记得身份不可以忘记 这以后我们会讲 换句话 这个身份危机 你的品牌 你要知道上帝呼召你是做什么的 JC Penny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究竟是连价 卖连价呢 还是卖高端的 所以呢 对顾客来讲 他已经对这个品牌 已经confused 他们混乱了 所以结果市场 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断下来 因为这个就是管理成熟的问题 领袖成熟的问题 因为他都给那一些的销售者不同的反应 好 第六就是 serve to leave a legacy serve to leave a legacy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传承 你的品牌要传承的话 对我们基督徒来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概念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呼召都独特 我们留下来的东西 让人家记得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讲IBM 你想起一个字是什么 computer 对不对 carberry 你想起来 吃chocolate 我们国度企业 人家想起来 希望有一个字 叫做glory 就是神的文雅 就是我们如何透过我们这个企业来影响这个时代 我这个六个站立以后 我们可以比较细的来讲 可能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可是至少你知道这个light 这个六方面 我们怎样用圣经的原则去思考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时间到了 对我知道 好 我就不多讲了 我希望 我知道我在那边 每次人家批评我讲的一个 很没有真正的解析 可是你们等下问题解答的时候 你们可以问这些问题 这样我们有机会 让我有机会来解析清楚一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 按照我们当知道的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谦卑在你的真理的面前 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耶和华的面 这个世代充满挑战 充满困难 而我们受招 成为主 你的国度的企业家的时候 主啊 我们确实要从你那里来的智慧 因为智慧的泉源 好像涌流的河水一样 会远远不解的 让我们高举智慧 智慧叫我们升高 让我们怀抱智慧 智慧必使我们得尊荣 主啊 以下还有这一堂下半段的时间 我们暂时有个休息 你给我们真的有足够的心力体力 灵力来从你那里来学习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Amen 好弟兄姐妹平安 有休息一项不一样 可是我好像还没休息 咖啡只喝了一口 好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的经文 在这个尼西米记第十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读最后 十七节到二十节 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三二一 所以以后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们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们一起来读哈 你们做什么呢 要配方皇啊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一定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做他无认的 要先来建造 你们决在耶路撒冷 无德无权无经验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把这一刻的下半段 交在神你自己的手里 主啊 看我们思想当年 尼西米他面对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 耶路撒冷成被毁的时候 他怎么回去重建 在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他所经历这个过程当中 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如何靠着圣经的四个很重要的原则 如何来解决这些的问题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民祈求 奉主耶稣宝贵民祈求 刚才你们有 好 谢谢 我的那个呢 我的电子笔 好 谢谢 好 我们刚才上一课 我知道后面的那个真的是太充满了 等一下你们问题解答可以问 就是我们用问题解答的时间把它补回来 通常一个课程里面 我通常很多讲不完 就是因为也是你们的缘故 我都看你们的眼睛 眼睛越渴我就放了越多 如果你要睡觉了我就收起来了 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我有很多讲不完的 证明你们真的是 是饥渴沐沐浴的 所以圣经讲说饥渴沐沐浴的人 有福了 他们必得饱足 你们真的是一般很饥渴沐沐浴的人 我从你们眼睛我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当我们会种饥渴沐浴的时候 你发现我好像发现有讲不完的道 好像很多东西要讲好像没有讲完 所以这是一个良心的循环 所以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在看这下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从里西米这个故事来学习一些 我们说这根据国度企业家 呼召这个很重要 就是刚才我们讲说摆正位置很重要 其实耶和华我们征战 就要请我们的责任就是摆正站力 刚才我们在历代之下 二十章十七节所讲的 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这是你不需要征战 你只要摆正站力 换句话说 你在你的呼召中 你一定能够找出职场中的这个缺口 职场中的缺口就是 世界上太多问题要解决了 可是你要找到神给你的定位 非常重要 神没有叫猴子去游泳 压气跑 没有的 他一定会按照他给你的呼召 所以要记得 做神要你做的事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呼召 不知道你的定位的话 你永远都是在那边打转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呼召 寻找出职场中的缺口 所解决的问题 可以很大的问题 也可是很小的问题 有一些人上帝给他五千的 他要解决一个很巨大的 职场上的一些危机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思想家 他们要更新整个社会的文化 神给他五千的 可是神像他们要五千 所以五千的一千的 重点不一样 重点不在于五千的不要骄傲 一千的也不要自卑 我们要知道上帝像五千 祂要五千 祂给一千的祂要给一千 所以并不要紧 可是重点是有的还要加上 我们要忠心 神给我们按照赐给我们的信心大小 我们要看的赫福中道 罗马书12章3节 所以我们在看的赫福中道 很重要在于 就是从在这个供应链里面 最低效率服务的供应里面 这些你知道 有些做买卖的人 就是把这些做 我们叫logistic叫什么 运输啦 或是甚至是一些买卖的 可能看起来很小 可是在当中呢 你也需要精益求精 所以问题不在于你做大或是小 重于你是否是良善有中心的 我给大家温习上次我们读了 这样就总挂这一点 很重要 我们讲说良善是既实性的 良善 然后忠心 然后又有见识 见识是君王的恩高 对我们来讲 君王性我们要见识 既实性的要良善 先知性的要有中心 所以你发现从 这个 在马太福音25章呢 他说你那良善 又有中心的故人 那按时分量的 君王的呼召的 他就说你中心又有见识的 你要按时分量 给你的这些的仆人们 所以 这个范本是以前我们学的 你要记得再温习一下 知道 然后你发现这样的话呢 我们解决物体的过程 你要不要是动态的 换句话不断地在改变的 所以为什么我讲创新很重要 然后你记得是卸作性的 因为这个变成是地球村的 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从来不 星期六自己割草呢 因为他很相信 每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个 专业 他连割草 他就像是一个留给专业的人去做 你做神要你做的 你发现这个世界会变成 所以这个卸作一起 大家一起合作 学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后你要知道是多面性的 多面性的是 你可以从很多各种角度嵌入 所以在同行里面你可以说 我们每个人的 可能嵌入点可能都不一样 不是独特的 所以我们在解决的方面 我们我把它归纳从这边 很容易 DROP DROP 就是掉下来意思 其实DROP呢 就是 这四个 如果你懂英文的话 有四个 acronym 就容易记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第一个 D stands for Define Define呢 就是我们要明确给问题下定义为首要的步骤 爱因斯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言 他这个名言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给我一小时来解决世界的问题 我会花五十五分钟 在Define 我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要明确知道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只花五分钟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名言 当然我们不能够很武断说 每次解决问题都花百分之五十 来解决 思想这个 来Define 来给这个问题下定义 我们只花五分钟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 可是他重点就是说 其实你在解决任何问题之前 你一定要先明白问题是什么 在这方面因为西方的文化就 西方的文化受基督教的文化影响的时候 你发现你去看医生 他花了很多时间把你这边照啊那边照啊 我们每次对西方的做法很不凡 解决问题就马上解决了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瞻的从头残到尾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我发现他们就很快医生就给你一个 可是给错了不要紧再给我一个再多一个再多一个 后来你中都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发现刚才尼西米姐姐问题的时候 特别上面那段前往没有读 他尼发猜来到的时候 他是先考察 这个耶路撒冷城 他当时是听说的 对不对 他听说这个问题这么大 他虽然很伤心 在王的面前给王看见了 王现在不只给他的照书 还帮助他给他材料 给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这一切有了 马上就做了 没有 他花了三天的时间 谁都没讲 他自己个人跟那几个随从 他就夜间 看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整个的毁坏的情况下 其实他这个做法呢 是从我们今天工程的角度来讲说 我们的工程的预备的工作是重要的 我们说有一个工程要做 可是你究竟是要用多少材料 那个资源 人力资源要多少 很多东西要用的东西 你要知道 究竟你要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才能够准确的去议算 所以define这个problem是很重要的 换句话说 我们要先给问题下一个定义 下定义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通常 以前我们有学了这四个步骤 你上过我的课程的 就知道我用了四个PP 还记得吗 四个PP 就是我们每 他说你要解决问题的四个成功的步骤 你第一件事情你要plan purposefully plan purposefully 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计划 这个很重要 因为人心中里有许多的筹算 唯有耶和华所筹算的 他的旨意 他的命定 他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计划的时候 最好是用 圈柄 让上帝的主权来引导我们 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 来去计划的时候 我们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做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跟这个计划的时候 一定要跟真理来对齐 那第二呢 我们做prepare prepare free 就是我们以祷告的心 就是我们以祷告的心来预备 这些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第三 才 proceed positively 就是积极的去进行 你发觉在你还没有积极进行 还有坚持到底之前呢 这两个叫做预备 这个也就是我们define的两个很重要的步骤 这两个步骤呢 这两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很清楚神的心意 通常你会借着祷告 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你会越来越清晰 所以我每一次 我刚才讲说我们的企业的基因是很重要的 企业的基因你心对了 祷告是让你心对的 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 祷告是让我们的计划跟上帝对齐 不是让神来符合我们的计划 是让我们这个计划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进行 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 我们在define的时候 我们在给这个问题下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有按照明确的宗旨来计划 就是说这个明确的宗旨 就是圣经的神话语的真理的基础 我们来计划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 然后以导歌的心来预备解决这个方案 你发现成功在于很多时候 是在这个之前预备的工作 我们要认识问题是怎样 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怎样用来分析这些问题 然后呢 你发现 真言书十九章 应该在十九章二节 他讲无知的心 乃为不善 乃为不善 我们刚讲说 良善是祭祀心 没有知识 乃为不善 脚步 很急的人 他一定会难免犯罪 所以呢 我这边写 书 义书不达 你要快 反而满了 所以你发现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盖一个工程 同样的 当我们计划的好 我们的施工图做的准 做的好 每个问题考虑的清楚的时候 那些小包要来追加的机会是不大可能的 你知道吗 外国很多很多这样的工程 特别是政府的工程 他的施工图里面有很多的漏洞 要用的什么样的规格 蓝图是怎么盖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工程如果一亿 最终可能变成三亿 可是为什么在私人企业里面 我们通常是我们一个工程 亿算是一亿 我可能少过一亿就做完它了 因为通常一个工程里面 我们又给10%到15%的 这个意想不到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你很细 写得清楚 你知道你要解决的方案是什么的时候 一针见血的时候 一步到位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施工的人也高兴 你施工的人不是说 哎呀 我把你这墙盖起来 你这墙不对不对错地方 你再盖这 又把它拆掉再盖另一个地方 所以你发现一次单位的很重要 我做工程 以前我从开始的时候 我去跟那个那些大公司竞争 标那些 那时候还不是发展商 我是一个营造商的时候 我们自己设计自己那个 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理得清楚 为什么那些大公司竞争不过我们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秘诀 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 我一步到位 如果一个 就像圣经里面讲 所以人心中有疑惑 就好像被风吹动翻腾 这种人是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的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能够胸有成主 能够当机立断的话 我们做东西如果有很好的预备 我们知道问题真正出在哪里的时候 就能够一次到位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施工团队 他们也高兴 他们只做一次好 然后你那种那种 整个团队的士气就越来越高 你就不会掉进一种恶训的循环里面 所以我们对 这个我们上次也学了很多了 还记得吗 圣经书二十章五节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殷勤筹化的 必至于丰盛 对不对 然后行事急躁的呢 一定是失败的 换句话说呢 都必失败 换句话 我们殷勤筹化很重要 一步到位 不要倒下 做错了又再回头 这是一个 所以解解问题 Define 这个观点是这样的 所以爱因斯坦讲那句话 不是没有理由的 给我一个小时 这些世界问题 我花五十五分钟 在Define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Renew 第二个问题 来面对我们怎样的来 面对企业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来更新 心意不断的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不同的角度 高度来分析其宏观战略 深度明白其忌度的分子 当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发现每一个角度 你看的时候 你会以不同的观点来看 宏观重要 你可以看见 比如说你在脑震荡的过程当中 脑 我们讲脑忌惮 脑忌惮 brainstorming 你们是叫脑忌惮 是吗 脑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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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脑忌惮是brainstorming 就是当你跟你团队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一个每个企业里面 一个星期最少要有这个brainstorming 一次 经常要做的 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发现 比如说你从宏观 我们就会操练 我们所用的字 字很重要 比如说 你不说房车 或是卡车 或是电单车 什么的 你说车辆 它就涵盖 就变成高度 我是给你一些例子 换句话说 你从高度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太细 你要看到整个的宏观 可是当你宏观 然后你要进入细观的时候 你就不断地在分析 在分析 好 我其实在这里 我可以顺便讲这个 Scamper 这个Scamper 这个Tools 我觉得蛮好用的 Scamper Scamper呢 其实七个letter里面呢 代表每一个字呢 都代表 你在脑忌弹的时候呢 是脑忌弹 脑 头脑忌弹的时候 你带领的人 一定要有一些方法 来让他们来想去 我比一个例子 你告诉你员工说 你们做东西太慢了 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快点做完 这句话大家听来没有什么果效 大家 这种的领导是不好的 如果你告诉说 团队们 我们在想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这是事情做简单一点 对你们轻松一点 然后又很快有效率 大家就 很有气 你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句话出去 是可以拆取人 也一句话去可以建立人 所以 真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 生死在 舍头的天下 喜爱他 就是他所借的果子 我们每一句话出去 都是重要的 而这个七个工具呢 是帮助我们来在脑 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产品 我们这个产品呢 怎么不断地去优化它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 S stands for S stands for Subsidate 我用这些东西来做这个产品 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 所以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 你发现你的思维就会不会再平行 你就想 我有其他东西 因为我们 神在我们很奇妙 我们的脑 的思想是立体的 可是很多 很少人是应用那个立体 所以脑挤蛋的一个功能呢 就让我们不断地操练 我们的思维是 立体的 你看我讲道 其实我的方式都是立体的 换句话说 66简书里面 什么时候 是你使我想起哪一句话的时候 它都会冲出来 所以这种的叫做 你不断地操练你的思维 这种的思维呢 你必须要操练的时候 你不绝对 莫撒最大就是 天涯式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天涯式的教导 把它改变一下 要 要帮助人能够不断地在 脑激荡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问 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时候 团队里面可能不同的恩赐里面 他们就会想出好很多不同 东西什么可以代替这个产品 然后C呢是combine combine就是结合 可能我们的产品是单一的 可是我们怎么跟其他东西结合 就刚才讲了协助性的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 我们怎么优化它 就是combine结合 然后adapt 怎么适应 怎么适应的问题 modify 修改 我们怎么去修改它 put in another use p stands for put in another use 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是想来想去 只有这个问题 可能它有可以其他的用途 然后eliminate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有哪一些是多余的零件 我们是可以拿出来的 越简单越清楚也好 然后reverse 把它导过来 相反过来 你发现 这个就是 比如说你换位思考 跟人的关系 通常有些人得罪你的 你换位思考的时候 你发现 你把它导过来 思想就完全不同了 我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 在脑忌惮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用的 所以刚才我也有讲到这个metaphorical metaph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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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ing 这个很重要 metaphorical 你发现耶稣常常用这种方法 来教导我们 就是比喻的方式 让你的思想 然后你发现 他比喻 就是像我记得早上 蛮有趣的 就是燕春跟那个 Juan弟兄 猪脚跟榴莲 好像两个都没有相关的东西 可是 他放在一起了没有 其实我如果等下 我跟他们讨论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 意想不到的东西 会出来 你发现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可是会发现出来 你发现耶稣在讲他的天国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 他用了八个比翼 我如果听过我那一谈道的 天国的比翼的 那 八个比翼里面 你把它分成四对 耶稣 你的天国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他说天国叫好侠 杀种的比翼讲出来了 天国好侠 败子跟麦子的比翼 这是先知性的 然后他告诉我们要明白 这个天国先知性的 他把这个麦子 撒种的跟麦子跟败子的比翼 讲出来 然后他要讲到君丸性的 扩张性的时候 他就讲一粒芥菜种 长成大树 然后又讲这个 三斗面 教放在三斗面里 是整团发起来 那个君王的性 扩张性的 然后讲到这个 祭司性的时候 他又讲到 这个保障的比翼 讲到以色列 然后珍珠就讲到这个教会 然后他整合这三个的时候 讲到撒网的比翼 所招的那么多 选上的扫 然后最后他总结 整个的能力 就是门徒 这个文士受教门徒 不要从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所以你发现他用八个比翼里面 你发现你在读的时候 比如马太福音地上 他用比喻诗的时候 他你的思想就宽阔多了 你就能够把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国度奥秘的事情 本来你都没有想到的 你都会发现到神的国的奥秘的丰盛 他整个的神国是怎样映着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很多这些的方法 脑秘的方法 来不断的 你问为何 你常常问为什么的人就会给你高度 然后何为就是 匡度 然后你有深度 然后有高度 然后有匡度的时候 你发现这三个整合出来的问题 你就有这个 我们叫做problem statement problem statement 我们陈述就是 究竟要解决成问题 所以做领袖的 单脑去单身 你一定要把这一些的观念 完全整合出来 成一两条问题 那你就知道问题解决的东西 我姐 比如用一个 比如说有人 有人投诉你说 每次跟你讲话 你就不理睬 这个比较抽象 为什么跟他讲话 他不理睬我呢 可能你把他分析的问题说 因为每一次讲话的 你眼睛没有对着他看 那就更容易能够具体的来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问题必须要从宏观到细观 从高度 深度 宽度 上方面整合的时候 整个问题就清晰了 你发现问题解决 为什么我常常讲团队很重要 做领袖的不要常常只是做一个一言堂 那个团队就完蛋了 一个团队戒队不要一言堂 一言堂就是那个人说了算了 换句话说 当一言堂的时候就没有着脑气堂了 很多好的思维 好多的点子 从你的肢体当中可以引发出来的 你都把它抹杀掉了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学习 从团队里面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我们察验何为神善良 存钱和喜业的旨意 我现在有剩下两个 我不知道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其实这两个是蛮重要的就是 我们讲 on it 多少时间 好 还好啊 我还有十五分钟 好我现在 on it就是拥有 与负责任 负责任 如果 你发现 所以 他 尼西米 他做了那个statement的时候呢 这个陈述 简单来说 他把 他这个问题的深度 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 这个城墙被毁 其实 圣经里面讲到 城墙是官夫 见证 是军王性的 圣殿 重建圣殿 圣殿是官夫 荣耀 所以 当人 士气见证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羞辱 跟这个连起来 所以 当尼西米 研究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很会把 这个 你不要看他简单的一句话里面 这句话里面 含有他很细的分析 他把 挑动人的心里面的 深处里面的这个问题 羞辱跟 耶路撒冷墙被毁 把他挂钩 然后呢 他把这个 他说 他说 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上帝 他其实可能跟他讲了 他的健康 他们跟他们讲了这个签证 就是这个王 怎样 他从他做酒证的时候 没有制备他 反而放过来帮助他 不多给他造书 还给他材料 还派军队来 附送他来到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他告诉他们 神与王同在的 我们有这个高度的看见 所以他说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 所以你把这引爆点就发生了 所以你发现他短短的一个陈述里面 他已经把这个问题的凝结点讲出来 现在面对敌人的挑 这个 面对敌人的挑战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个地方法 叫做on it 就是 这个意向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要 我们要在这个意向里面 我们要 我们要有这个ownership ownership 怎么讲 就是我们有这个 拥有 就是说我们用 换句话说 有时候姐姐问题团队 哎 那是老板的事 不关我的事 所以老板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让人 我们研究里面一个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你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能够说 在这个问题中 我们是团队 你的问题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吧 我们同行合一来解解这个问题吧 然后你记得挑战一定会有了 二者来的挑战呢 我们知道 这些阿拉伯啦 这些 桑巴拉 这些人呢 都来挑战他们 要记得 尼西米 中间一个属灵的教训是 如果没有征战 就没有胜利 没有仇敌 党人 就没有敞开的门 企业界里面的挑战 是让我们胜利的机会 让上帝给我们开门的机会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他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无分无权无纪念 换句话 我们对挑战 我们对团队呢 为了我们要让他们 有责任感 有归宿感 有责任感 有归宿感 有责任感 有有用感 很重要 所以他们是有分的责任 有权的发挥 他们才能够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问题 然后有纪念的关系 所以呢 你要让整个团队 有归宿感 有纪念的关系 他们要有责任感 有分 有归宿感 有分 然后有有用感 有用感 他们可以发挥 有权的来发挥 他们的恩赐 成为一个团队的能力 所以他们建造 就是靠着一个团队的能力 可是领袖 是很重要 来引发 这些的有分责任 有权发挥 有纪念的关系 然后从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学 我们可以学两道高度跟深度的领导 我本来是要可能要讲多一点 这个是蛮重要的 可是因为我们时间就不够了 我去简短讲一下这个在 发生在出埃及其三十二章的事情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说 当摩西三三的时候呢 去领受这个十节的时候 四十天 四十代表考验 考验结果呢 他的以色列人失败了 因为 以色列人开始讲说 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 怎么办 谁来领我们呢 百姓的压力就来到了 可是你发觉 亚伦处理的事情就很大问题 他处理的事情是从耗的角度 一个真正的领袖要常常问 what and why 不是好 我们在这里操练的 我们要常常要有深度有高度 才 你发觉这个 当我们意见问题 我们只是好 你跟我讲怎么做就好了 这个就是亚伦的反应 你这亚伦的反应 带来一个 所以亚伦呢 变成因为群众的压力给他 他就造了一个金牛肚 叫他们拿的那个精华那些人造了个金牛肚 造了个金牛肚 然后 其实 但是 那个时候 世界还没有下来 世界里面 第一个 你们不会拜偶像 其实你要记得 这些人是从埃及出来的 他们是从一个偶像 拜偶像的国家出来的 他暂时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们那种拜偶像的那个 观念还没有完全出去 然后 亚伦想要把他爱偶像 然后又把他连到耶和华 所以他说你们各天跟我去守耶和华的劫 其实他解戒的不是新的问题 他是解戒 宽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学习 要学习到一个问题 然后你发现 他发现这种解戒的时候 事情闹大了 变成上帝也发怒了 下来的时候 结果我们知道这一次杀了三千个南丁 拜牛肚这件事情 你发现 这个亚伦有没有拿起责任 他说你知道了 这些百姓都是印着百姓的 他还 把自己造的金牛肚 还推给别人说 他们把那些金银丢进火都给你扭住出来 你想这种的话都可以讲出来 所以你发现 从我这边要重点要讲的几个东西就是说 亚伦跟摩西处理事情的 一个是在解戒好的问题 一个是在解戒高度跟深度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 摩西怎么解戒呢 他说我再去寻求耶和华人面 为你们求情 你们 我们百姓办了罪了 或许我能够来到耶和华人面前 为他们来赎罪 摩西知道问题是新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 有两个很重要的学习的功课 一个功课呢 就是当我们解戒问题的时候 不要老是讲好 今天很多人 包括问题解答里面 大家问的问题 怎样怎样 当然那些刚信主的 我不能怪他 如果你信主信了几十年了 还每天老是问好的话 那就很多问题了 如果你刚信主的人 通常都是像小孩子一样 爸爸妈妈你告诉我就好 当然那是没办法 那是自然的 因为他还在喝奶嘛 你不能怪他 可是大多数呢 你发现 人都会解决问题用好 宽度 可是没有什么 他忘记了 我们有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 the matter of the heart 问题的中心是新的问题 心不对的 人就不对的 人就不对的 人不对的 事情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要先解决 深度的问题 罪的问题 然后我们从高度看见 神的话是怎么讲的 然后我们才来解决 匡度的问题 这个就是本末导致的问题 可是很多人都是要讲 怎么告诉 其实你告诉那一些属灵婴孩 怎样他们很高兴 好爸爸妈妈告诉我这样就好 所以他们这样就满足了 可是解决他的问题吗 没有 真正解决的问题吗 常言的问题没有 因为他会重犯再重犯再重犯 他只是一样过路 遇到这个问题 我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需要长大成 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 要有深度高度才能够有狂度 这个是一个从这个扭读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学这方面 那最后一个原则叫做Pivot 我用英文字特别把它写在这里呢 就是帮助我们 我 revolved to evolve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 有张力和相对的 就是一个反核性的 evolved就是不断的进化 蜕变 不断的更新 可是revolved呢 就是 其实 重点 这个思想 圣经原本重点是什么 我们中心的核心价值是不变的 可是我们做事情的方法 可以不断的 以不变 以里面的不变 来印外面的万变 这个是真理的原则 就是你的核心价值 你的整个企业的核心价值 是不能移动的 可是呢 你的方法论 可以不断的变化 跟做情形 情况 你能够不断的来revolve 所以 revolved to evolve 换句话说 你用枢纽带动创行 什么叫枢纽带动创行 枢纽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坚持到底 不是说 我们做事方式就是一直不变 我们要跟着时代不变 情形不一样 科技时代了 你还在用那个旧方式来做生意 不行的 你必须要创新 创新是方法论的问题 可是你里面的what and why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只告诉人家好的话 匡度的话 他永远解决不了永恒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东西不断的跟着时代都在改变 所以这个课程如果天天老师告诉你们 好好的话 那你们每天就好像赤兔品 每一次都来找我给你们东西 可是如果你学习圣经的原则 以如何以不变应万变的时候 你发现就好像我们做帆船那个mask 中间那个叫什么 叫做什么 肝蓝 什么围肝 这个围肝 我们纽西兰就是帆船之都 这个围肝到处 你看这个围肝 你看那个帆船放上去的时候 这围肝是动不动 不动的 可是呢 帆船会因着风的方向而不断的咬动 换句话说呢 你要这个传奇到哪里呢 所以我们要懂得插接圣灵的方向 风就是圣灵的方向 我们要懂得圣灵的时间 就好像以撒迦支牌一样 两百个组长 他们是通打失误的 他们明白季节时间 他知道圣灵的方向 知道风是怎么吹的时候 可是他中间的那个围肝有没有动 没有动 那个围肝中心的价值是那边的 换句话说 我们的创意 可以不断的应对整个世界 可是呢 我们中心的那个围肝是没有动的 所以主的旨意是不变的 可是方法策略硬不断的来创行 所以呢 我们时间有剩多少 没了 OK好 还有两分钟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吧 来祷告我们一起的站起来来喂 所以 我知道我们人讲的是非常有限 很多东西可能 我也 我尽力了 可能我也知道 不是完全讲的清楚明白 可是求圣灵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定不断的定睛仰望耶稣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 如银财一样围绕着我们 我们就当放下各种的重当 唾弃那容易缠绕我们的罪 我们存心忍耐奔跑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 主啊 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 仰望你那为我们信心创始尊重的耶稣基督 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 他就轻看了十家的羞辱 忍受了十家的苦难 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 你说那样受罪人如此顶撞的 我们要长长的纪念 免得我们灰心而疲倦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困难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方法里面 找到答案 找到突破的方案 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 来到我们当中的企业家 牧者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领受 从那里那里来的三重恩高 先知性的恩高 君王的恩高 跟祭祀的恩高 让我们能够得到灵明 能够得到明白你的智慧 并寻得知识跟谋略 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能够以不变的真理来应万变 我们谢谢你 因为主耶稣你是真理 昨天今天永远你都没有改变 一切美善的恩赐 一切完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而来 都是从那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 在你那里没有改变 连转动的影额都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 这世界不断的在改变 可是我们的主是永远不改变的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永恒的真道 使得我们能够用这永恒的真道 来应万变 因为耶和华以乐 你就是供应我们的上帝 你必按照神一切丰盛的荣耀 在耶稣基督里充充足足的供应 我们一切所需所求的 我们谢谢你 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 基督圣灵你将我们的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承认人讲的话很有限 可是主 你必圣灵必继续的来 引导我们的思想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Amen